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人觉得旧约讲的是历史 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 是跟我们今天没有任何关系的 所以我们今天不需要读旧约 但是我们知道神绝对不会做没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神竟然把这本圣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是旧约或是新约里面都对我们的信仰生活 有绝对的重要跟绝对的教导 所以在新约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神眼中的属灵祭司 这是神对我们的期望 也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 所以我们就要看从旧约当中看 旧约对祭司的要求是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教训 所以我们知道今天做一个属灵祭司 我们当以行合适为政 行合适为美 我们继续来看立位记的第21章 立位记21章的第16节 立位记21章16节 神对摩西说 你告诉亚伦说 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 因为凡有残疾的 无论是瞎眼的 瘸腿的 他鼻子的 肢体有余的 折手折脚的 驼背的 矮挫的 眼睛有毛病的 张弦 长戒的 或是损坏肾子的 都不可进前来21 既是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 都不可进前来将火迹献给神 他有残疾 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 那这里对亚伦的后裔的工作 对亚伦的后裔 他有直接的要求 想要站在神的面前 想要服侍神是有要求的 就像我们今天对自己 我们的信仰生活 我们的属灵生命 也必须要有要求 有的人会这样子讲 有的人会这样告诉你 你干嘛信耶稣信得这么认真 信耶稣很自由 信耶稣很轻松的 你只要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你就得救了 有的人会告诉你啊 行为不重要 你只要有爱心有信心就可以了 哇 这样子你就会得救啊 你就能够成功啊 听起来好不好 听起来非常的好啊 行为不重要 我有心我爱神 哎呀 神在我心里 我就可以得救了啊 所以听起来非常好 但是合不合圣经 从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一个观念啊 主耶稣自己讲啊 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啊 努力的人才能得着啊 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人告诉你啊 哎呀 随便信 有爱神你就会得救了 你要跟他说啊 你说谎你骗人啊 那主耶稣讲啊 天国是努力的人才能进去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信仰啊 不要以为啊 哎 我只要爱神 我就可以 我就一定可以得救啊 我爱神 神爱我 那就很好了啊 讲的这样子非常好 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啊 所以信仰一定要对自己有要求 信仰一定要付出努力付出代价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啊 保罗说啊 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提摩泰前书 提摩泰后书 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 我们看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 第十二节 提摩泰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二节 他说不但如此 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 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啊 那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 今天每一个信徒的话 他说 他不是说啊 可能会受逼迫啊 没有说或许你可能受逼迫啊 他说你一定会受逼迫啊 那这是保罗讲的啊 这也是保罗自己信仰上的体验啊 今天一个人如果立志要在基督耶稣里过 敬虔的生活 一定会受到逼迫啊 那我们今天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啊 请问一下 你有没有为信仰受过任何的逼迫 如果你觉得你为了信仰 你从来没有受过逼迫啊 那有几个可能哦 第一个可能啊 就是保罗骗你啊 但是保罗应该不会骗你嘛 记在圣经里面啊 第二个可能啊 就是你完全啊 哇 你是完全像基督一样 所以已经看透了世界上的逼迫了 希望是这样啊 但是不太可能啊 如果不是第一也不是第二个原因啊 只有第三个可能啊 为什么你没有觉得你信仰受过逼迫 你觉得你的信仰充满了自由 充满了没有任何的压力 第三个可能就是你没有试着敬虔度日啊 如果我们非常容易在信仰上妥协 哇 别人跟你讲说 哎 礼拜六出去玩 啊 出去玩啊 没有容易妥协 自然没有逼迫啊 所以信仰从来不是一个轻松 可以达到的目标啊 所以我们在信仰路上要对自己有要求 要不断常常的自我反省跟检讨 要不断地让自己努力更加进步 所以在这里啊 讲到有几种人 几种身体上的残疾 是不能够来服侍神的 如果我们今天有这种属灵残疾啊 我们要赶快想办法把自己医好啊 找到问题的关键 先看到自己的问题哦 然后啊 找到最大的医生 然后求主耶稣帮我们医好哦 但是要被医治 你必须要先知道自己有问题啊 一个信徒不怕他属灵生命有问题 最怕的是有问题自己却不知道 最怕的是有残疾自己觉得自己非常健康 所以我们在学习当中就要去反省 回想自己的生命啊 是不是有一些跟这里一样的问题呢 我们昨天讲到第一个就是瞎眼的哦 一个瞎眼的人 眼睛看不见活在黑暗里面啊 所以虽然信主 但是生活没有改变 虽然外表看起来有信仰 但实际内在却不相信神 所以他的生活虽然信了耶稣 但是仍然活在黑暗里面啊 所以我们不要做瞎眼的人啊 既然要信耶稣就好好的信 既然要做基督徒就要做得像 所以我们说眼什么像什么嘛 所以我们要认清自己的身份 才能够善尽自己的本分哦 在这里第一个讲瞎眼的 第二个讲说是瘸腿的哦 第二个讲说是瘸腿的哦 瘸腿就是有腿不能走 看起来是有用 但是那个脚看起来有 但是没有实际上任何的用处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一个瘸腿的信徒啊 哦 有时候道理听很多 哇 好像那个火星人 那个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哦 好像那个外星人的那个图片哦 哇 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但是小手小脚啊 但有时候啊 我们如果只听道不行道 就变成这个样子啊 成为什么 成为言语上的巨人 行动上的侏儒啊 所以啊 那个没有办法 行出道理来就是瘸腿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做瘸腿的人哦 当然我们听到了很多道理 不见得能够马上把它全部行出来啊 但是啊 至少你必须要先试试看 先努力看看啊 先从你所听到的每一样道理 你就先试一点 试一点 慢慢有再进步就好 哦 听到道理是为我们自己听的啊 哦 是让我们能够行走 让我们能够行道的 哦 不要让 不要帮别人听道理啊 啊 有几次啊 我从讲台下来啊 就有信徒会来说 传道你讲得真好 你就是在讲那个谁谁谁 对不对 啊 我心里想说 我就在讲你啊 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帮人家听道理啊 啊 每次听到道理就觉得传道在讲他 传道在讲他 错了 传道在讲我 在讲你 啊 替别人听道理一点用都没有啊 你要为自己听道理 哦 从你听到的道理之后去改变你自己的行为 所以你才会有健壮的双腿能够行走天路 啊 我们昨天谈到第三个就是那个他鼻子哦 毁容的哦 哦 那个啊 让人家一看到就很不舒服啊 哦 所以啊 我们今天不要让人家一看到就觉得这个人不行啊 啊 有时候啊 你要认识你自己是什么人 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样子跟别人的眼中的样子是不太一样的哦 啊 其实你要怎么样认识你自己 其实很简单哦 先看看你最好的朋友长什么样子哦 你看你通常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 哦 通常或多或少 他身上都有一些你的样子啊 哦 那找你几个 奇怪你最好的朋友都有共同的特点是什么 通常你也有 你也有那个特点啊 所以啊 我们今天如果啊 是一个很多人不喜欢的人啊 啊 不要觉得说啊 那是因为我太公义了 我太属灵了 所以啊 别人啊 没有办法承受我的光亮啊 啊 当你还这样想的时候啊 你就是还活在黑暗里面啊 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看错自己啊 一个真正好的基督徒哦 他对自己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 哦 所以我们如果看自己看不清楚啊 我们祷告求主耶稣让我们看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模样啊 现在的人啊 很重视自己的外貌 哦 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啊 希望装扮自己 让自己更美啊 哦 所以什么钱最好赚 啊 就是卖化妆品最好赚啊 啊 因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人都重视在乎自己的外貌哦 啊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掉自己里面那个人 长得到底美不美啊 啊 有的人啊 那个真的啊 让人看得很漂亮 但是一开口啊 哇 大家就赶快退避三色啊 啊 但是有些人啊 虽然外表很普通 但是你跟他在一起久 你会发觉他越来越美啊 啊 但是我们要问问自己啊 我们是不是一个美丽的人啊 那在这里说你要尽前来侍奉神 你啊 不能够他鼻子 不能够有坏的样子啊 要有好的形象 好的名声 让人因为看见你就看到了基督啊 哦 有些人啊 有些人啊 认识你之后 就发觉说啊 诶 你这个人不一样哦 那在纽约教会啊 有一个信徒就是这样来信耶稣的哦 然后他在上班的地方啊 看到有一个同事常常被人家欺负哦 诶 但是奇怪啊 他这个同事啊 不管人家怎么占他便宜欺负他 都笑一笑 都没有关系啊 他说上班好多年啊 从来没有看过他生过气啊 别人都觉得这个人好傻啊 诶 可是他觉得说这个人很不一样啊 所以有一天下班了以后哦 哇 他就跟着这个人 跟着他的同事 跟跟跟就跟到教会来了啊 那就信主啦 就带他的家人也来信主啦 哦 所以啊 今天你在别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哦 会决定你今天在侍奉的路上能够走到多远啊 哦 我们继续往下看哦 哦 在十八节这里说 肢体有余的哦 那这里还讲到说啊 啊 这个多一只手或多一只脚的哦 哦 啊 啊 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哦 原来的意思哦 原来的意思不一定不是说多一只手或多一只脚啦 啊 啊 他是讲肢体残缺的哦 就可能有一只手 有的时候一直剩下四只手指头 或就是那种 你的身体里面有一些残缺 肢体有残缺的 今天我们的手 我们的脚代表我们侍奉的道路 那什么叫做肢体 有余或肢体残缺 就是你在工作当中 没有办法把它完成 有但是不完整 应该五只指头侍奉 你只剩下四只 虽然有在做工 但是总是缺了一点 虽然有在参与 但是总是没有用心 有时候只是变成一种习惯 有时候是缺乏了足够的付出 所以有残缺的侍奉 有时候我们今天侍奉神 常常是剩下的才要给耶稣 有一个信徒这样子说 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这是大发展我事业的机会 我的工作我的前途我的未来 哇非常的远大 现在没有时间做圣工 现在没有时间服事神 他说等我以后老了退休了 没事做我再来做圣工 你确定那个时候主耶稣 还要用你吗 当然主耶稣用人不是年纪的问题 很多年纪很大的信徒 仍然在侍奉的管道上 在神眼中非常有用 侍奉神是心态的问题 如果你只是想说 等我以后老了没事做的时候 再来做做圣工 那神不一定要啊 神为什么那时候要捡你剩下来的 所以我们今天侍奉神 我们今天侍奉神要用心要完整 不只是老了要侍奉 年轻的时候也要侍奉 中年的时候也要侍奉 凡事在生活当中寻找机会 善用时间来侍奉神 年轻有年轻该做的工作 年老的有年老的服侍方法 这才叫做完整 这才会得神的喜悦 那接下来十九节说 有那个折手折脚的 这个折手折脚断手断脚 这就比肢体残缺更严重 这个是根本没有在侍奉的 没有侍奉不参与圣工 因为没有手没有脚不能做事 那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 侍奉这个做圣工是别人的事 年轻人去做就好了 这个有传道有长职 有负责人要不要选他们干什么 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的工作就是什么 负责聚会中午吃饭 下午奉献 真的是这样子而已吗 绝对不是啊 神拣选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有我们可以做的工作 一定有神为我们预备 在这个神的家中 有一个位置让我们去付出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我们必须要去寻找到 到底在这个家里 神为我预备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每个人都要侍奉 每个人都要参与教会的圣工 你说我年纪很大的 我没有办法出去访问 没有关系啊 你有可以做的事情啊 有一天教会有一个老姐妹 这个老姐妹年纪很大 但是每次安息日 她都会提早来到教会 然后就会拿个抹布 开始那个教会的椅子啊 桌子啊开始慢慢擦 因为她年纪很大 所以教会的一些青年 就觉得很不好意思啊 怎么会让老人家 来做这些工作呢 结果他们就跟这个阿嬷说 阿嬷阿嬷你休息啦 这个我们年轻人来就好了 结果这个阿嬷就生气啦 她说我现在年纪很大啦 我现在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 跟传道出去访问啦 我只能够现在能做 就是擦擦教会的桌子椅子 静一点我的心力 你们这些小孩还要跟我抢 真的很坏 什么叫做爱神的心 这就在这里啦 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愿意做什么 对这个阿嬷来讲 她做她能够做的 在神眼里这就是最美的功 所以请问我们今天在神的家中 我们到底做了什么 当以色列人在跟亚马利人打仗的时候 摩西对约书亚说 说你啊带人去前面打仗啊 我啊我上山去为你祷告啊 所以年轻人去前面打仗啊 老人家上山替他们祷告求神帮助啊 这就是新旧世代 侍奉的合一啊 所以不要做一个折手折脚 从不参与的信徒啊 在教会当中一定有 我可以做的事情 请问你知道你应该要做什么吗 请问你知道你到底能做什么吗 如果你知道 感谢主努力去做 只要做到好 你在神眼里就是 又有忠心又有良善的仆人 如果你不知道 那你要努力祷告哦 努力祷告求神告诉我说 我到底应当在你的家中如何来服侍你 一定有服侍的管道 一定有为你预备的工作 我们看回来立位记得二十一章 二十节 那这里讲到说 还有驼背的矮琐的眼睛有毛病的 那下一个讲到说是驼背的人 也不可以来侍奉啊 那什么叫做驼背的人 驼背就是没有办法直起腰来吗 如果你没有办法直起腰来 那你看到的是什么 你就只有看到地面 看到地上啊 驼背的人是看不到天上 是没有办法直起来 没有办法往上看的啊 亚伦的子孙 驼背的不可以来服侍啊 信耶稣的人 如果只看地面 也不可以来服侍啊 什么叫做只看地面 就是你的人生的专注 你努力的目标 你追求的方向 全部都是往下地上的事情啊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但是我们活着不是为了工作 我们工作是为了提供给我们的生活上的需要 但是要千万记得我们活着 神创造我们绝对不是为了只是让我们工作赚钱啊 生命当中一定有一个更高的意义 有一个更高的价值 这个是我们如果只是往地上看 我们是看不到的啊 所以啊 要不要做一个驼背的人 要能够直起腰来看见天上啊 因为当你看见了天上 你才能够看见那个人生更高的意义啊 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十九节 那在这里说 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盼望 就算是比众人都可怜啊 那讲说如果你一个基督徒信耶稣 信了一辈子 你只在这个世界上有盼望 你好可怜啊 信耶稣信到没有永生 信耶稣信到不认识永生哦 信耶稣不知道追求天国 那在这里说你比众人都可怜啊 所以不要做一个驼背啊 整天就是看地上啊 有一次啊黄传道讲 黄世民传道说 黄传道他有一个很有趣的嗜好 他很喜欢养鸡啊 为什么一个传道会喜欢养鸡 我就不知道了啊 但他有时候啊 会跟我们分享他养鸡的心得 他说有时候啊 就站在后院啊 看那个鸡哦 这样一整天这样子 就要这样 都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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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直翻石头啊 找 他从早到晚就在石头缝里面 找东西吃啊 他说鸡一整天就是这样子 只是两眼盯着地上 不断的啊 找这些什么小虫啊 找这些什么 这种子粒啊 这种东西来吃啊 他说有时候啊 如果一个人啊 信耶稣信道变这样啊 信耶稣就像鸡一样啊 整个脑袋这样 就是从早到晚 一直在寻找世界上各样的好处 很可怜啊 所以我们今天啊 不要做一个驼背的人啊 直起腰来 仰望天上 因为上面有个更高的价值 有个更美的目标 那个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所以保罗说啊 看那个天上为我所存 丰厚无比永远的荣耀啊 为什么保罗愿意承受 人生这么多的苦难 为什么保罗能够做出 让我们无法想象的伟大圣工 就是因为他看得比我们每个人都远 看得比我们每个人都清楚 他看见将来为他预备的那个荣耀了 所以保罗说世界上这些苦难啊 都是什么 都是没有什么 他说世界上这些苦难都是啊 都是这种自战自清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啊 今天如果你看不见天上的荣耀啊 你在教会里为耶稣受一点苦啊 你就可以哇哇大叫啊 你如果看不到将来永远 神为你所预备的天下啊 今天你跟一个信徒小小的冲突 你可能就记他个二十年啊 你可能就随口就说 我不来教会啦 一点小小的冲突 一点小小的逼迫 为主耶稣吃一点小小的苦 你就不要啦 为什么因为你看不见那个天上 为你所预备那个荣耀的奖赏 今天一个人啊 如果看清楚奖赏了 他就愿意付出代价啊 如果今天你老板跟你说啊 如果你今天老板跟你讲说啊 你从这个月开始 每天加班两个小时啊 我月底给你加薪一万块啊 你会怎么说 加三个小时也没问题嘛 因为你看到那个价值啦 你愿意啊愿意付出啊 但是如果你的老板跟你说啊 从今天开始加班三个小时啊 月底啊 减薪一个人减两千啊 你要不要做 第一要么你就是辞职嘛 如果你不能辞职 你就是在那混嘛 不努力嘛 因为没有价值啊 所以今天你所看见的价值 决定你人生追求的方向 你人生追求的方向 决定你今天生活的方法 所以一个看见天上 能够仰望天上的人 活出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啊 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啊 作为一个驼背 看不见天的人啊 那接下来说啊 有那个矮琢的 个子很矮的 那矮琢就是 小矮人啊 不会长大的 那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啊 那个有时候看到 有的那个看起来脸 看起来蛮老的 但是个子非常非常小 那个是他们可能天生身体 就有一些身体上的缺陷 身体上的状况啊 但是啊 属灵上不可以做一个矮琢的 属灵上不可以做小矮人啊 为什么不能做小矮人 小矮人就是 没有办法正常生长 没有办法长大的啊 可能啊 信主信成多年啊 还是小矮人啊 信主信成多年啊 什么道理还是都不明白啊 信主信成多年啊 个性脾气没有一样改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要问问自己啊 我们信主多久了啊 今天的我 有没有比十年前的我更好 今天的我 有没有比信主之前的我更好 今天的我 有没有比昨天的我更好啊 所以我们信主必须要成长啊 不要觉得说啊 我信主了 就停在原来那个样子啊 当你 一个小baby哦 我们养过小孩就知道啊 小baby很可爱哦 抱在怀里啊 觉得这样子 肉肉的很舒服哦 有时候会哭啊 会闹啊 小孩子就是这样啊 所以啊 他是baby的时候喜欢抱抱啊 有事情他就哭 那个叫做很可爱啊 三岁啊 如果还要抱抱 那也还是很可爱啊 当他三十岁啊 一遇到问题就叫妈妈抱抱啊 这个妈妈可能 可能 笑不出来啊 如果一遇到什么事情就是 就是哭啊 就是找妈妈啊 那个妈妈会 应该会蛮难过的啊 因为那是没有成长啊 父母亲对孩子都有一个期盼 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渐渐长大成人 天父对我们也有一个期望啊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在神 在人面前渐渐长大 满有属灵丰盛的力量 所以一个矮琢的不会长大的人啊 就是信主多年没有改变啊 圣经上面有讲到啊 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啊 有的人啊 长久学道却不懂道理啊 学道理学很多年啊 但是完全没有听进去啊 来一句会来很多年啊 但是完全没有改变啊 信耶稣信很多年啊 但是非常容易被骗啊 叫做长久学道却不懂道理的人啊 这个叫做信仰上矮戳的人啊 圣经里面讲到有一个人叫 当然啊圣经没有说他是小矮 他没有讲说他是诸儒 他圣经只是讲说他个子很矮啊 个子很矮就出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啊 他说他看不见耶稣啊 所以我们如果今天一直停留在信仰的开端 信主信很多年 还是只会吵只会闹 要人家关心 从来没有办法在圣公 在教会上有任何的付出 看不到耶稣啊 当我们刚接触信仰的时候 我们就好像小baby啊 那个不会就哭嘛 啊哭了 爸爸妈妈就马上就来照顾了啊 但是不要只停留在这种哭哭闹闹的阶段啊 慢慢要长大 遇到困难啊 遇到困难要祷告 不要只是等教会的信徒来关心你来帮助你来安慰你 要学着试试看去关心去帮助那些软弱的信徒 不要只是不断地收不断地要 要学习付出要学习给予 这叫做成长的信仰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祭司要侍奉就要成长 不要对目前的我感到知足感到满意 要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追求 那接下来说啊 眼睛有毛病啊 这里没有讲说是哪一种毛病啊 但是眼睛有毛病啊 大概就是看不清楚吧 一个人啊 怎么样叫做鼠灵上眼睛有毛病啊 可能是啊 是非不能判断 那个对错不能决定啊 好坏不能分辨啊 所以那叫做眼睛有毛病嘛 所以我们今天啊 信耶稣不要信道啊 不知好坏啊 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这里就有讲到一个眼睛有毛病的人 马可福音的第八章 第八章二十二节 他说他们来到博赛大 有人带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 耶稣拉着瞎子的手 领他到村外 吐唾摸在他眼上 按走在他身上问他说 你看见什么 二十四 他就抬头一看说 我看见人了 好像树木 并且行走 二十五 随即又按走在他眼睛上 他定睛一看就附了缘 样样看得清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神迹记载啊 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其他类似的记载啊 为什么这里很奇怪 因为在这里耶稣居然用了两次把这个瞎眼的人医好哦 耶稣第一次给他按手的时候 他眼睛有没有好 他说我看见了啦 人好像树木哦 有没有好 有比较好 有没有复原 没有复原啊 一直到第二次耶稣又按手在他眼睛上 他说他才复原 样样看得清楚啊 那为什么要用两次来医治这个人啊 那耶稣有时候一句话 人的病就好啦 那为什么需要用到两次 难道是耶稣一下子能力不够吗 所以要来两次吗 不可能啊 那个圣灵所赐给他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啊 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主耶稣为什么要分两次来医治这个人啊 很多时候啊当人来找神哦 瞎眼的人 当一个人来找到神啊 他在这里说啊 他从黑暗当中看见了 虽然没有看得很清楚但是他至少看见啊 如果如果今天我们是这个瞎子 我们会有什么反应 比以前好太多了嘛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够啦 我至少啊虽然看不清楚哦 看到人好像树木至少走路不会撞到了吧 很多时候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觉得知足啦 有些人是因为生病来找耶稣 有些人是因为啊那个什么家庭不平安来找耶稣 有人是因为啊工作有困难来找耶稣 很多人是因为有一些遇到的困难无法解决 所以来寻找耶稣啊 他们来到耶稣面前啊问题解决啦 有时候人就觉得我够了 比以前好多啦 以前是瞎子什么都看不到 现在我看到人好像树木走来走去啊够了 有人就因为这样子就离开啦 曾经有人啊那个有人生病来到教会哦 结果靠着祷告病好了 就不来了 结果啊传道啊信徒啊一直去访问啊 他只说啊你看到哪个病人好的赖在医院不走啊 他说我已经好了我不需要耶稣啦 很多时候人就是用这种心态在看信仰 所以他只是接触到一点物质上的好处 他就觉得我够了 有时候他就离开了 哦就是眼睛有毛病的啊 他好像看到信仰不错 但是他看不到信仰核心的价值 他来到教会领受了一些恩典 却没有在信仰当中找到耶稣 这就是眼睛有毛病啊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啊 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方向跟目的要很正确啊 信仰的努力信仰的追求最后就是要看见耶稣啊 如果我们能够把那个眼光目光放正确啊 今天你可能跟人会有些冲突 而今天你可能会对某些事情看不过去 但是你不会你对神的信仰不会被动摇 因为你看见耶稣你样样看得清楚啦 所以眼睛有毛病的人看不见信仰真正的价值 有时候就失去了做祭师 侍奉神的机会了 那接下来他讲 那接下来说啊 有掌险掌戒的 那这个都是皮肤病啊 那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他的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 那种很难缠不能痊愈的皮肤病啊 就是好像一下好了过不久又犯好了又犯的这种皮肤病啊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掌险掌戒啊 那常常跟他什么生活的环境跟卫生的习惯很有关系啊 所以掌险掌戒的人啊 常常是还活在一个不适合不好的环境里面啊 所以一下子好一下子不好一下子又复发 皮肤病一直在发作啊 那今天一个信徒啊如果啊 如果啊 虽然信了耶稣但是常常在信仰跟罪恶当中 那种来来回回不断的这样走来走去啊 所以如果信仰一直在信仰跟信仰跟不太好 好像这种不能痊愈的皮肤病啊 有时候就失去了服侍的机会啊 所以我们看那个试诗记里面啊 整个试诗记四百年就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什么 就是犯罪被打求神得救再回去犯罪啊 好像不能痊愈的皮肤病啊 一直这样在那个罪当中绕不出来啊 我们在信主之前啊 有时候没有力量改变自己克服肉体的情欲 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 我想做的善做不出来 我不想做的恶我偏偏去做 但是这个是信主以前啊 信主以后说靠着神的力量就能够改变啊 但是如果一个人患了属灵的皮肤病啊 而且是这种不能痊愈啊 就是你一下好一下不好一下好一下不好啊 那就不能服侍神啊 遇到灵恩会的时候突然大发热心 灵恩会三天以后又跟信徒吵架 发脾气两个月不来教会 然后结果第三个月觉得心里有点愧疚 第四个月又是灵恩会 又开始大发热心 那时候就觉得啊神看我们看得很累啊 看我们在那个里面这样一直绕 哇一下子很热心一下子又生气又吵架 一下子又跟神赌气不来教会 结果啊信主信很久还是这样子 密尖一点长进都没有啊 皮肤病啊 这皮肤病啊要先改变你生活环境啊 改变你生活态度啊 改变你对信仰的观念啊 更重要的你要找对医生用对药啊 所以要脱离现状要改变自己啊 不要在这种循环里面一年又一年的这样子绕下去啊 不要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绕就是四十年 到最后通通没有进去啊 这种不能医治不能痊愈的皮肤病啊 最后就是绕旷野绕到死啊 所以我们要改变啊 我们要求神啊帮我们医治啊 从头医到脚真的帮我们医好啊 让我们不要再活到过去的那种罪恶生活里面 让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坏脾气坏个性 所以我们常跟学生联议会的孩子来说哦 他说不要啊每次都只回来充电啊 什么叫充电 充电代表你这电池又用光了嘛对不对 每次学生联议会只会回来悔改跟充电 讲好听一点叫做回头啦 讲难听就是没长进啊 你要从普通的这种电池啊你要进步一点嘛 不是只是回来充电啊你是什么回来进化 你要变成最好有一天变成核电厂啊 不只是啊能够自己发电啊 还能够啊把这个电啊传给身旁的人啊 所以不要一直在那个什么悔改赦罪啊又回 这样一直在绕啊 要进步哦 那最后这里讲哦 有那个什么损坏圣子的也不能够来啊 什么叫损坏圣子就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没有生育能力的信徒就是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啦 那这跟我们能不能生小孩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但是这跟我们能不能结出果实有直接的关系啊 这圣经里面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哦 所以说不能结果子砍掉吧 这不是开玩笑的啊 今天啊我们如果没有办法在属灵生命上结出果子来啊 就叫做什么就叫做损坏圣子不能生育啊 所以啊我们今天都要结出果实 哦那个圣经里面讲说啊说今年且留着再一年看看吧 那有时候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是不是正好在那个今年且留着明年就砍掉啦 搞不清楚自己在哪一年啊还很得意啊没结果子也没事嘛 明年就砍掉啦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结出果实来啊 要生养众多哦 要能够生出尽钱的儿女 不只是我们自己的孩子要教导他们成为尽钱的儿女 宗教教育的学生也要教导他们能够成为好的信仰的果实啊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家庭都要在各方面结出果实 因为在这里说不会生养的不能服侍啊 哦所以我们今天啊每个人都要生养众多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行为里面啊结出让神满意的果实来啊 哦不要结那个又酸又苦又丑又小的啊 哦有结果实啊但是都不能吃啊那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哦所以我们要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实来啊 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的啊 每个人都必须要对自己有要求 信仰不但要有付出 更要有结果 看到自己的长进 看到自己付出对别人生命的改变 这个就是结出果实来啊 因为你的缘故神的名得到荣耀 这就叫做结出果实啊 因为你的忍耐别人找到信仰的道路 这就是结出果实来啊 因为你的努力所以教会更加兴旺 这就是结出果实来啊 圣经里面说不可空手朝见神啊 这是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要求 主耶稣这样子爱我们 我们怎么可以空手朝见祂呢 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哦 我们一起唱诗五十八首 我们要一起来做结束祷告哦 我们从明天开始就是这一次的布道会以及灵恩会啊 这个是我们开始学习侍奉的机会哦 不用等到什么灵修完全的时候才来服事啦 做祭司从明天就可以开始了哦 侍奉神从明天就可以开始了 在灵恩布道会当中特别应该有很多机会让我们联络目道朋友 或者是跟他们在这里你看到一些比较少见的少看到的信徒或者是目道朋友 这就是我们服事的机会啦 或者是你看到那个平常比较少人跟他讲话比较孤单的那就是你的机会啦 所以要做祭司要逼自己啊 要离开你的comfort zone 就是离开你那个很习惯的那个小环境 那个就是努力成为祭司的开始 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特别为接下来这几天的灵恩布道会带导 所以在这几天的灵恩布道会带导 就是跟我们同在哦 那我们一起到前面来祷告 我们一起到前面来祷告 四季妹 然后再帮助一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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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